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获得了LG棋王战的冠军 在此之前其实他已经获得过很多次的这个世界棋战的亚军了 是的 任旭最近势头也非常猛 他最近竞技状态也非常好 近年一年的胜率呢据说是高达了90% 这是非常一个惊人的胜率 而且我看在这个他拿了这个世界比赛冠军之后 在国内好像也连续拿了两个头衔战的冠军 是的 那么在这次比赛当中呢 这个深圳旭是先后战胜了两位中国的世界冠军 谢尔豪和范婷玉九段进入的这个八强 而这个孤子豪呢 他是分别战胜了日本的非常强的棋手 锦山玉泰和何也玲进入的八强 这个孤子豪在齐院二楼大厅 对 比赛中国棋手的同意 对 今年以来这个棋手们都是在各自的领地上 用这个网络对军的方式来进行比赛 深圳旭 看来他有点目的时候用这个手指 嗯 很奇怪 那深圳旭呢是出生于2000年 对 孤子豪98年出生 比他大两岁 嗯 可以说是年纪相当 这个棋手是赵晨宇 赵晨宇今天是中华台北的许浩宏 对 对 这也是这个中国台湾棋手 首次进入英式杯的八强 嗯 好 我们来到棋局 对 这个 孤子豪拆到了黑棋 嗯 应该说自白还是稍稍有利一点 这起木板 我前来看 嗯 对 嗯 那么这盘机很有特点啊 这个 孤子豪第一手就下了33 因为他这个33呢可能是想打破这个神针序的套路吧 嗯 他可能应该说不定这昨天在 因为我应该研究了很很长时间33我估计的下方 对 因为我觉得作为白色这方可能准备布局的时候可能不会准备到这个33吧 是的 嗯 尤其黑棋下33更加少一点 对 比较少了 但是呢33呢正常来说是稍亏一点 嗯 但是这个还是很微很微细的一个差别 所以他觉得关系也不大 嗯 但是呢想破坏对手的意图 嗯 好 看看 下了一个小飞手脚 这也是很古典的 以前经常下的独油脚我们叫 对 然后 沈正序也跟着守了一个脚 嗯 挂脚 挂脚 白棋在这里选择了尖顶 嗯 这个都是比较普通的 嗯 像这个尖顶定是我们过去都认为是损的 因为黑棋这个立二拆三是好行嘛 嗯 但是呢现在呢现在的也不一定的 以前觉得这两个交换 这样的交换呢 嗯 有点亏 嗯 那现在来看呢 因为将来白棋斑粘的话呢 这样手脚这个效率还是很高 嗯 所以呢就是说有可能这种棋型啊 白棋将来手脚啊 比如说黑棋在这边很厚的以后 白棋还是坚定的半战最好 有可能比这个跳还好 所以定型有可能还是坚定的 啊所以这坚定也不立即了这个嗯 有一个有个点的这个手段 嗯 所以也就是说他觉得这个黑棋这块棋 其实还是有弱点的 是嗯 其实以前这个棋型 落在二楼也是比较长天的下吧 比较多 啊对 嗯 这个棋 他直接打入 我觉得他也对这个变化应该是挺 以前研究过的 嗯 对这个棋型 对这个肯定应该是研究过 不然不敢乱用 这个我要是看见这样的棋的话 我肯定会跟这个呃 棋友说这个棋就暂时先不要去打入这个了 啊对 因为这个感觉这个地方黑棋子力就很多嘛 嗯 那看来这个白棋肯定是有备而来 对哦 下一步他这个点就能看出来 他认为黑棋这块棋其实是有问题的 是正常的感觉 第一感觉是往外跳 对 像呢 那黑棋呢 这个棋大概也会跟着跳 嗯 他可能觉得这两个交换不一定便宜 啊 这边自己变重了 这两个子 嗯 再施展这个点的手段呢 黑棋可能要冲下去了 这两个子就亏了 嗯 所以他直接就选择了这个实战的这个点入 哦 实战的白棋其实说是虚晃一枪 嗯 就是说这个子看起来好像要做什么事情 但其实他只是 它转到上面去 嗯 在这儿一个非常灵活的转身 这个棋他应该是还是有研究 就对这个棋心点 嗯 对 因为接完了之后 这两边是必得棋了 对 啊 然后黑棋扳了一下手里 黑棋这个棋肯定不能再被白棋虎过了 再被虎过这个棋冲就变成熟手 嗯 其实正常的话 这个棋黑棋 白棋点的时候 黑棋压上面就可以 啊 这样 压上面可能黑棋这个棋心也是要见这个 哦 那 尖 嗯 嗯 这样的话呢 黑棋拖鞋也是一种下法 这个局部有时候现在都是讲究拖鞋 不会下的时候 不好下的时候 对对对 拖鞋蘸这个大肠 这边的大肠都可以 这样也是一种下法 哦 因为这边白棋不好出头了 黑棋这个病是先手 病完下面有一个跳下去 嗯 所以这样也是一种下法 压完拖鞋 哦 实在呢 骨子好像能冲下去了 对 他没有多想法看这个地方 哦 他觉得可能觉得这个冲 相当于就是一人走一边 嗯 嗯 其实这时候这时候呢作为黑 白棋方呢也可以选择站这个大肠 哦 这个时候还能站大肠吗 对 因为这个斑变成损了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白棋就不能拖鞋 因为你拖鞋的话被黑棋立着的 哦 这个死得太大 但是这个斑完以后呢 这两个子呢 黑棋下一步要走的话呢 只能接这个拐笋嘛 所以白棋也可以考虑拖鞋了 哇 因为白棋还可以跳出来这个局部 哦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 其实白棋还没死呢 对 嗯 也可以考虑 也是 嗯 实战可能圣登序也觉得这个 对 选择了实 那黑棋下一步就在这个地方来了啊 这个也是 对 这是最常见的 对这个白棋大肥手脚 大肥脚的这个 最常见的 特性的一个下法 一个套路 嗯 白棋是搬的 白棋是搬的这边 你说的搬这个也是最正常的下方 对 也有这样的下方 那这样黑棋就搬了 打吃之后白棋立 嗯 黑棋一般是要断你的施加硬手 嗯 白棋一般是打吃这个 嗯 然后就 嗯 会拐这个 这样白棋搬了长 这样形成一个比较简明的定型 然后黑棋再沾别的大厂 嗯 这个棋呢 将来这个打 这个阿鲁挡非常大 嗯 大家记住 嗯 这个棋 挡完以后就打完 搬全是先手 先手 啊 那确实是很大的一步棋 那这样就告一段落 这个基本上 对对对对 实在呢 这个棋呢 就是碰的时候 然后如果搬这边就是选择围这边的空的方向 嗯 实在呢 搬这边呢 就其实是棋可以往这边发展 嗯 是 对 会往这边发展 形成一个往这边发展的变化 对 反正这个黑棋 如果长一个的话 那白棋立这个棋 长在这儿 嗯 明显是不好 嗯 黑棋这个不太好处理 嗯 所以黑棋这个地方是选择了搬这个 只有这个 只要搬一个下 然后摆棋打吃 这个也是一个 唉 我感觉还是比较复杂的一个定时哈 嗯 打吃 然后摆棋立 配棋再接着大吃 这都是 一个调子 像清晰的调子 对 长 然后打吃 搬 嗯 以前其实我记得好像最开始的下巴还是 摆棋 反正是搬二路的 对 对 然后黑棋是 黑棋连搬 连搬啊 嗯 然后 这个时候好像白棋 是不是跟 白棋是不是有打这个的 啊 这个呢 我拐吃 好像 拐吃 啊 然后提掉 哦 熊了 然后冲一下 冲着冲这个 然后 白棋是 打吗 打一下 然后再拐吃是吧 这样是不是白棋还可以 嗯 好像有这样的表 那是不是黑棋应该先拐掉 就是说这个棋 黑棋也有先打的 如果如果直接 连搬是不是担心这个白棋这样打拔 可能白棋还可以 嗯 所以呢 作为黑棋一下 可能要先拐打掉 对 然后那白棋打吃这个 再拐 嗯 白棋打吃 黑棋粘上 嗯 然后白棋粘上 现在针子应该是 黑棋有力吧 黑棋有力 嗯 黑棋有力 那么白棋下面这个地方要补一手 嗯 是补在这儿吧 对 嗯 这样也是一个常见的定型 对 但是这个什么子都没有的情况下 这个局部好像说是黑棋还可以 黑棋还可以 嗯 黑棋还可以 所以呢 实战这个神针续 他就没有搬这个 哦 对 那么 这个配合是不是感觉白棋还可以啊 嗯 因为他这边脚实际上是比较厚的 嗯 那实战 神针续是选择了 所以他就是这个搬这边的意图就把棋方向往这边发展 啊 他觉得 这边黑棋 架子也不大 黑棋走的话 嗯 那他实战肯定是觉得打这个比白棋 也更好 是 所以他选择了打吃 嗯 打一个的话 黑棋相对来说没那么厚 没有吃掉白棋的一个子 嗯 打一个其实 也可以脱鲜 嗯 脱鲜也是一个下巴 黑棋脱鲜呢 站站这个大厂 哦 这边的大厂 嗯 那白棋 有没有可能直接打上来呢 那我拐打 啊 提掉 嗯 那黑棋 是不是 尝这个 尝这个作战 也不是作战 这四个子我可能会看得很轻 哦 四个子是可以气的 对对 这个子不能气 这个气我会很轻 不管是哪边都有可能能气 嗯 嗯 那这个就是一个作战 在这边 嗯 嗯 可以一起争得一个先手 对 嗯 因为这样毕竟实战这个下巴 还是有一点 压五路还是 嗯 还是有点损 对 这个五路好像白棋 也是挺舒服的 跟着硬 嗯 然后可以一起继续压 嗯 又压 嗯 嗯 黑棋 压到这儿的时候 选择了 拖线了 嗯 之前是觉得不够厚是吗 这个再多加强几个 嗯 他可能就是觉得 这个被你断打出来 啊 但是这样下还是 看着有点俗 对 还是拖线一个局部稍微好一点 嗯 这样的话确实白棋也没有什么不满意的 白棋这个下边空间还是挺大的 嗯 因为你再打压把这边打的损 嗯 那实战呢 黑棋现在终于拖线了 嗯 这个 眼见的一个大长 现在应该来说 还是双方没什么大的失误 嗯 正常的进行 嗯 那现在白棋肯定要想办法在这边怎么去清销黑棋了 嗯 嗯 实战他这一个子一下就落到了这儿 对这个棋呢就是对这个33啊 这个这个这个拆耳是一个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手段的对对这个棋型 如果黑棋乖乖挡住的话 挡住呢他一靠顺势一靠这个啊这样就有很多借用了 对非常难受这个棋 效率不高你正常 你要防黑棋白棋斑的话 那你大概单粘一个那白棋就很舒服的裁一个嗯 这边很容易这边处理这个骨棋 嗯 这效率子效就不高了这个棋 嗯 所以他这种棋呢一般还是要想办法反击的 要不就是贴要不或者往这边走也可以 对那实战这个黑棋就跳了一个啊 没有没有乖乖听话嗯 这个时候肯定是要反击了是嗯 那白棋如果把这个子挡下去会怎么样呢 白棋挡我觉得黑棋大概就是搬一个吧 哦搬一个 因为你如果从这边搬下来他再贴起来的话这个棋黑棋并不怕 嗯 嗯 这样白棋看起来有点重啊 没有眼 你如果拐上面他就接下面 这样并不见得就比单压住好 嗯 对这个交换不见得好 嗯 所以实战他也没有在这地方做过多纠缠 嗯 但是呢他这个棋他实战选择挑这边 挑 对 也是跑这个子 嗯 这感觉白棋很灵活 对 就是从一开始就说哎 不知道他这个子来干嘛 然后他就把这个子弃掉了 然后现在往这又走了一个 你感觉他怎么也得动这个子吧 刚刚下在这儿兄弟不能不管 但是他却现在去跑这个子了 嗯 嗯 他思路很灵活 嗯 那这个子现在黑棋肯定不能当他不存在 嗯 对 这个其实 这个是不是好也值得商榷 嗯 正常 其实说不定他这样定型 也得先跳一个 嗯 始终这边其实价值还并不是想象那么大 嗯 这个这个子的价值 跳一个的话白棋大概 黑棋正常大概要守一个 守一个 然后白棋坚定一下 哦 黑棋 嗯 然后白棋再跳起来 这样可能 能交换着 可能这个棋更加舒展一点 白棋 对这样的话白棋就把这两个子全部都拉出来了 黑棋这个时候已经不好分段白棋了 是 嗯 因为你跳的话 黑棋如果爬这个这边靠下来还是挺大的 嗯 相当于黑棋主要的空其实也是还是在这边 嗯 这边破的空应该是比这边破的空大 白棋这个这个地方 对 嗯 实在呢 陈登序是跳的一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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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裤子好就抓住这个对 抓每一个对 那就是刚才黄老师说的这个好点 对吧 白棋跳一个是一个好点 那黑棋现在就占据这个好点了 嗯 这两个交换应该黑棋还是 黑棋还是 黑棋满意 稍微都分 嗯 那好 那白棋现在赶紧把这个头扭过来 嗯 然后黑棋把它吃掉 把这个吃掉 吃这个也很大吗 吃这个 他可能还是担心白棋冲下来吧 嗯 这棋肯定还是一副大棋 你现在毕竟局部 你现在在这样的话 啊 他 怎么说他也斑 斑了张还是有 有可能的 我更放心 嗯 这样黑的不会贴起来 嗯 从局部来说肯定是现在不会 但是对 嗯 那他就是挖了打结 哦 这个地方还存在着这种 哦 这种手段 嗯 所以这个还是有一手机价值的 而且这种顶 都有可能这样的 比如说冲完顶 啊 这种非常手段 毕竟是还是有一手机架子 这个地方 是 那不光是木 还有厚薄的关系 嗯 所以黑棋实战 就换一手机把这个吃掉了 然后呢 白棋把这个头跳过来 那这样的话 黑棋这几个子 是不是要赶紧处理一下 那必然要处理了 嗯 因为你再被白棋走过来的话 你就只能这边二路脱过了 对 那实战呢 黑棋是打完了之后 虎 虎几啊 对 这是局部的最佳印象 白棋没有好的下法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 白棋不打吗 我总觉得这个棋 挺搭的呀 嗯 把我接住 接住 那我 诶 从局部 你连回这个子 肯定是没有意义 现在肯定是太小了 对 毕竟你这个地方还是 这边有出头 对 这边有出头 这边有脱过 哦 原来打只是沾上是吧 我以为 打肯定要沾住 还要做其他的 那他打一下不便宜吗 那如果其实 嗯 打完再 这样的话 封住应该是比实战好一点 哦 对 我就想很想打一个 因为实战这样 如果这样封住的话 黑棋肯定也要从这边打 嗯 打还是拖这个 现在 你如果是 现在可能会拖这个了 嗯 因为你如果还是吃这个子的话 这将来如果 收关的话 被掰起这个样尖的话呢 这边呢 还没有活干净 而且 而且我这个尖 可能还是有先手的 这个 先手的味道在里面 这个先手的话 这对外面的这个 厚薄就影响很大了 嗯 那你如果拖过同样的道理 我这个将来尖还是先手 嗯 所以这个 打掉呢 你说的很正确 白棋就是应该打掉 对 打了再封 嗯 对 嗯 因为我看实战白棋 就是在这个地方封了一个 嗯 封锁住黑棋 但是我总觉得这手棋吃掉很大 哎 这个目数挺多的 嗯 主要是吃掉以后 现在就是活得太干净了 嗯 什么利用都没有了 这个棋 对 对 就觉得 好 我还是想先打一下 应该是打掉 打完以后这样定型比较好 白棋 作为白棋来说 对 对 那白棋他是怎么怎么考虑这个问题 他为什么没有打呢 实战 他肯定是觉得黑棋不管怎么下队有可能要脱过 哦 他脱过的话呢 他实战是从这边封的嘛 嗯 他脱过的话呢 他将来保留从这边打了机的线上 保留这儿 嗯 哦 所以神仙旭是认为这个黑棋肯定是会做这个选择吧 这个脱过 嗯 那可能实战他没有想到黑棋直接吃了 对 嗯 黑棋先点了一下 好 然后把这个子吃掉 嗯 但这样感觉黑棋有所得 对 黑棋应该说是 白棋没有打掉交换掉这个一路以后 嗯 这个黑棋形式应该说是 从从这个开始 从这个白棋点开始整个整个的这个战役 把黑棋还是比较成功的 啊 对 看起来好像黑棋 嗯 没有什么损失嘛 这边该围的空也围上了 嗯 唯一就是白棋跑了这个子 但是黑棋这个地方也吃到了一些木树 对 黑棋没有白棋这块棋将来其实还是有一点薄的 嗯 所以这个定型完之后是黑棋还不错 还可以 还可以满意 但总的来说局势还很早 但是就说 对 所以布局来说 因为深圳序前半是非常熟练的 对这个战役 对对对对 你下到这么时候能跟他下成 尤其五五开可能应该算是满意了 我觉得作为顾子豪来说 嗯 我听说他是什么 嗯 前十分钟五十步 对 是这个吗 对他每翻起前面都特别快 嗯 说明他这个非常用功 对前面的这个变化 现在AI的这些变化人工智能都非常熟练 嗯 所以这个下完布局松口气嘛 对 对于黑棋来说 应该 但他自己可能并不一定知道形势怎么样了 但我们能看到胜率 嗯 现在应该算是 其实胜率应该是白棋五十八点多 嗯 那下到现在好像是 差不多五五开了 五五开了 所以应该还是可以满意的 可以满意可以满意 皮脂还拉回来一点啊 相对来说 白棋现在选择了夹这个 嗯 这个棋就是这个 你这样打完压以后了 这个棋 弱点 那我如果立下去 立的话白棋就长起来 就长我粘上 这样就显得太笨重了 啊 这个棋现在 这么一大串子 要要去 逃跑的话呢 这个效率也太低了 嗯 这边都是有空的白棋做的 对 嗯 而且白棋走了 这几手棋好像这个地方 又出现了一点空啊 嗯 这就是当初为什么 我这个棋如果不交换的话 白棋有可能就是 自己走 有可能直接接住 有可能单沾 单沾不管吃这个 嗯 单沾的话这个地方留着打架 对 这边跑先手 对 嗯 就是这个架是这个 黑棋这些变化以后 白棋有力的一个后续手段 嗯 嗯 那看来这个黑棋还不能直接立了 立完 这块棋没有 目前来看反正立 不一定 有点被动看起来 这个棋一旦被白棋攻击上的话 嗯 可能就不好办了 这样的话被白棋攻过来的话 白棋这边都发挥作用 这些指小中间的 嗯 嗯 那么实战黑棋是 对 这个跑也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次序 对 就是说他不想从这边下棋的话 这边跑是一个次序 对 他问一下你 嗯 因为这个时候白棋一定是只能在这吃的 对 如果一旦以后 这这手棋不走 以后被白棋这个地方多一子的时候 就是说你这部棋再来走不到了 再走人家可能提这边 人家肯定提这边了 嗯 那么黑棋这个时候确实是一个时机 对 你现在吃这个黑棋立别的先手 对 那白棋只能吃这个 这样呢 黑棋就获得到这个地方的先手 对 将来这边有一子的话 这边打了拐拐都有机 对 这这这这部棋确实很有实际的用途 一旦黑棋这个地方拆到这儿的时候 这马上就可以拐出来 对 比如说这有个子 然后这个有个拆二拆一都有可能 这将来就很有可能就打拐出来 对 就有棋了 所以这部棋确实是一个巧妙的时机 他如果不想立这个的话 先交换一 嗯 是一步 明显是便宜的 啊 对 然后 飞一个 黑棋 加强中央 飞 然后 白棋 先冲 黑棋 贴棋 白棋 现在打入这边 对现在打入这边 现在 白棋这个目标就很明确了 因为黑棋显然是这个地方是有潜力 对 现在的就是大的地方 一个是这个下边特别大 二个就是投这块空 也别的地方都已经价值不大了 定型的差不多了 嗯 那这个 其实我觉得这个棋相对来说这个 呃 藤挪至孤 攻击其实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对 其实吃是不可能的 像这种打入进来 就是你怎么通过攻击他获得最大的利益 对 对 尤其是这个高手这个棋 这个棋 不好吃 但不好吃的时候 我就觉得 有的时候你攻击的话 你得不到实际的好处 你攻击可能反而会亏损 嗯 就是看他怎么这个觉得哪边价值大了 比如说他 你如果人类很有可能 想坚顶啊 守住这块空 嗯 还一步棋呢 就是这个飞也特别大 飞跟 黑棋飞跟白棋挡下来这个 相比呢 这手棋非常大 嗯 这个白棋挡完以后 这二楼还是有斑张 嗯 甚至有夹的手段 嗯 所以呢可能这个地方呢 作为黑棋局部来说呢 可能最好还是 从这边 飞一个攻击 因为这边 白棋直接来的话呢 这边黑棋已经非常厚了 也就是单纯一点木的 关系 嗯 而且这个地方被我飞 你飞到这将来被我一拖 你还是 嗯 从局部来说 可能是在这个 阿鲁菲比手这个空要好 哦 那其实这个 古子豪 我印象当中 他应该是一位 这个攻杀能力很强的棋手 对 但是他是攻杀后半排 尤其是比较强 嗯 对 但是他直接攻 他可能觉得也没什么 嗯 就是说这个棋连这个 我们这个 攻击手 他都是不知道该 从何下手 嗯 对于这块白棋来说 对 嗯 其实攻击 其实围棋跳场吃棋 其实很难的 嗯 其实主要是攻击获利的问题 就是说 尤其是直接 有时候攻击 有时候直接攻不一定好 有可能是远攻 远攻可能会好一点 啊 你在这边保留变化 在别的地方制造头绪 嗯 嗯 一般来说攻击的话是这样 比较好 啊 那黄老师说的对 所以这个时候 这姑子豪是没有选择继续在这边攻击 对 而是 啊这个地方出其不意的来一下 就是说 他现在是想要缠绕攻击 是吗 是的 他看这边是这边最后下的什么情况 再来看怎么攻击这块 啊 这个算是一个正确的 这个攻击的思路吗 嗯 也可以说 他可能局部他没有看到怎么下好 也许他没有想到飞这个 啊 或者是他觉得直接这样坚定 不知道不管怎么走 或者从上面震 他觉得都没有好的结果 嗯 而且呢他觉得这个地方呢 这一靠呢 白棋局部也没什么不好下 嗯 首先我们靠你先局部 你如果长的话 比如说长的话 那被我一扳 嗯 这一段 那我再一贴 啊这个地方就有扳出 嗯 而白棋这中间好像也吃不掉 对你吃不掉 啊 嗯 而且你如果扳这个的话呢 同样 黑棋也是有扳出来 啊 也就是说这个形状 其实被黑棋靠在这儿的时候 白棋一定是会被分断的 对白棋局部不好下 那你如果不愿意被分断 你只能推这个的话 那我被扳出来 对以后会有扳 嗯 同样白棋还是连不上 嗯 古子豪就是觉得 他这一靠这局部 白棋不好下 白棋不好下 嗯 但是我们确实 万万也没有想到 这个地方白棋不好下的地方 然后白棋就脱鲜了 嗯 白棋先在这里扳了一下 适应手 可以先把这个子断了之后 白棋就 嗯 没有在这个局部继续的纠缠了 是 这个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人类的水平啊 真的是进步非常大 嗯 就是说咱们这个思维就是 对思维开阔了 已经开阔了啊 嗯 没有被禁锢在就是说我一定要跟对方应 对对对对 其实人类的思维正常肯定是要在这边应的 对对对对 而且基本上就是说只要这个棋 就是说看AI的棋啊 只要这个棋我不死 都有可能脱鲜 对对对对 抢一个大的地方 对对对 抢一手大的棋 嗯对 这个这个思路确实在我们现在人类对局当中也经常出现啊 所以这也是孤子豪 我估计他也没想到 嗯 白棋脱鲜 嗯 好对 因为怎么看这个棋 其实这个地方也是有一点子力的嘛 对吧 然后这个白棋也没有好 就是说你本身你白棋来下这个棋 你也就是处理不好 但是你这个时候脱鲜了 你让我来先攻击你 嗯 啊 这个地方 嗯 看起来白棋还是比较有自信的 对于处理这块棋来说 嗯 他觉得反正我抢一个大的这个地方呢 我只要自己能够活掉 嗯 就可以了 嗯 然后他宽键下不动了 他这个局部 对 但这个棋又回到了原来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 你攻击的时候 杀棋确实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对 嗯 那白棋现在脱鲜了啊 嗯 就刚才黄老师说这步棋很大 挡下来了 反正不管他脱鲜在哪 他脱鲜肯定是最最正确的下方 嗯 反正因为这个地方判断起来 只要我不死棋的话 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少 能获得多少木树这个东西 肯定谁也判断不清楚 所以实战呢 白棋脱鲜了之后 黑棋自然是要在这个地方继续的 去想办法威胁白棋 嗯 黑棋是搬出来 对 这样呢就可以藏在这 嗯 白棋长 哎 可是黑棋这个搬完了这一下之后 现在又一下子往这儿立了 这手棋招棋吗 确实也是 嗯 他可能觉得局部 不知道怎么下了 可能这个骨子好 觉得他局部没有什么好的下方 那也就是说白棋制不起脱鲜就脱对了 对 白棋是脱鲜的最正确 这个地方黑棋确实也没有一几 一几 他可能是大概是想立一个 嗯 这边如果再过来 在以前的计划下的话呢 嗯他这边逼过来 哦 能够挡他然后他再跳过 然后再同样是缠绕公鸡这两块起 这块加这个块 他大概是这样想的 我从他一个直线的思路 大概他大概预计排气 如果长了跳 他这样 大概是这样想 我觉得顾字好 他顾字好 这个地方的这个 公鸡的思路确实也值得我们学习 就是说 不要很直线的是盯着别人去攻击 一旦就是你没有看清楚的时候 不要去浪费这种机会 而是要想办法说怎么样可以通过其他的棋去缠绕一下 对 这就是高手一般都不会去直线性的去攻击对方 是 因为他一定是要确保自己的每一手棋都是有利益 价值 对 那么白棋这个时候确实可能想到了这个被缠绕不好办呀 那赶紧在中间补一个吧 那么黑棋在这里拆了一个 所以这些棋现在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越来越难懂了呢 对 对吧 对 左一 但是呢这实际上双方就 按照正常的思路可能会长一个可能也是 但长一个呢这没什么价值 被黑棋被白棋如果中间补一个的话呢 这两个交换呢并不见得就便宜 可能亏了应该说 因为江南的这手棋呢 从中间这个地方跳过来 黑棋攻击 也是价值非常大的 所以呢他现在这个肯定是非常大的一手棋 对 现在这个我觉得黑棋这个地方获利也挺多的 白棋这个子还是不少亏 对对 虽然我们作为旁观者感觉好像懂是不太懂 但是好像两位棋手都能弹拢 对 两位棋手觉得都挺满意的 可能说现在棋手境界越来越高 那现在白棋赶紧去抢木树 对对对抢了一个这个非常大的一手棋 不然被黑棋拆过来 这个黑棋多了接近10亩 白棋这边少了太多亩了 将来还有这种 阿鲁露一露啊 这个都是仙手 对对对很大很大 这手棋 巨大的一手棋 反正作为白棋来说确实他抢到了这个 对 最后一个眼见的大厂 他是非常满意的 黑棋 搬毡 他如果觉得他不走的话 那被白棋搬毡呢 这手棋非常大 然后将来还有家 所以围棋总的来说就是还是围绕着一个 地的一个争夺 那实战黑棋就赶紧把这个板张 确实是很大的一部棋 关系到这个白棋的根据地 也关系到黑棋的这个脚部的木树 那么白棋这个时候选择了拖 拖一个 拖这个黑棋如果搬的话 那他就可能要加连搬了 这个局部呢同样又下不好了 你如果因为你从这边打吃是没有意义的 你也冲不下来 你正常你只能从这边吃这个 我可能只能吃一个子 对 但这个子价值又不大 被打 就我只能沾上 而且我即便脱鲜了 我觉得这个棋他已经先手便宜了 因为你将来黑棋再走的话 你大概是提这个 就相当于你这个棋跳了一个 被我挖着了 哦这样 那本身其实跳一个就有一点往回缩 走的话肯定是肩顶 肩顶或者飞嘛 更好 所以你如果黑棋跟着硬的话 那就被白棋先手便宜了 哦对 那不硬的话好像也不知道该走呢 那就只能脱鲜了 所以还是继续脱鲜 对那白棋脱的时候 黑棋就没有搬了 没有搬 黑棋先先冲 然后白棋贴 然后黑棋搬 然后白棋跳过 那这块可以已经算是白棋的木树了 那么黑棋这个时候再搬 但是搬完确实是没有 这个地方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棋可以下 然后黑棋在这儿来了 这手棋点的还是挺考虑的 比较激进的一下 一般不会想到这个 一般我感觉我露一露可能就露这儿吧 对 比较安全 可能现在中间 安全的安 中间弓一弓还是挺 看看 什么白棋 让白棋补回去 对因为我现在这边保留了很多线索 你如果 不管怎么下的话呢 我都 是这个 这个 我有可能藏出来吗 我也有可能藏出来 那我这 那我这样 压一下压一下 压一下 压 我能不能打 这个 这个 有可能会心针顶你走这个 顶你可以直接断 这样可能是不耐心 那我就不走了吧 这个地方 那我就这么拆一或者你说的漏 就走大的地方了 或者二路漏了 这样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其实被白棋震过来 这个地方中间双方的还是差挺多的 关系到双方的这个木树 消长点是一个 而且我还有可能 有可能会不会这样直接顶过来呢 顶过来的话将来是 直接砌起来 比如说直接这样 嗯 啊 那我这个应该也有打吃吧 相当是 总要防你这一打是吧 对对对 一个局部 对 但是你有可能藏完了之后搬出来 嗯 你以后有可能藏完了之后搬出来 这个局部被打好像已经不太行 嗯 确实不能直接来 因为有可能就是藏完了之后搬出来 这样白棋始终还是有一个断点的 嗯 有可能 白棋好像 这个时候应该白棋还能下着 但是之后如果飞棋这有紫的可能就 嗯 总之这是一个消长点 对这是一个要点实际上 白棋震过来跟飞棋跳过 嗯 白棋震过来之后这个地方陪一下就 反正孤子豪他总的思路 他可能还是想在这地方怎么攻击黑棋做些文章 嗯 实际上他点这个也是为攻击白棋做一些铺点 嗯 因为点这个的话看着这里面就不能活嘛 是吧 这这边一挡下去 然后黑棋贴 他是觉得他这个地方有一些先手是吧 对他想觉得这边接啊或者是虎这个 有一些先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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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上 嗯 白棋 跳一个 跳一个 嗯 嗯 黑棋搬 黑棋搬 白棋挡住 因为他直接冲过来他自己这个自身还是有些气有些紧 对 你如果直接冲了拐什么的 你不管走什么他就接完以后这个地方白棋冲 黑棋这个起筋就不管了 对黑棋就是有毛病的 是打了 打了跑出来就是先手 嗯 所以这地方黑棋也不能太多的把自己弃走特别紧 嗯 他就是 这地方都可能有一些计算嘛跟中间可能有一些关系 嗯 把然后一起跳了一个 白棋这个地方补其然补得很强硬 因为那那你如果不这样这是深蒸虚应该早就想好了 你如果直接这样接的话被黑棋霜那你还不如单接 哦 所以他这个跳完他就是要 尖尖拿捏你这个形状 对嗯 你如果是你如果长的话他这一挖他 嗯 这样就 都挖都 你吃这个 嗯 吃 那我就先手补了吗 对吃这个被这样滚一圈的话这样白棋很舒服 嗯 所以黑棋这个地方还得搞事情啊 继续 不然这两个不能损进去 不 这个古子豪他还是 这里面包含了很多计算的从这搬开始从这跳 嗯 这这其实搬到这时候应该说是古子豪一直还是 在自己的计算当中计算当中预想之中是因为现在呢你现在如果我搬这个你如果补这个的话呢你比如挖在这补齐的话呢他现在再被我一接住的话呢就可以搬起这边就很难搬了嗯你这边断点比较多你现在你接这个的话呢那被我这边断这边一断这边一断这就出事了嗯你现在你如果补这个的话那我这边一断嗯 你接住这个脚上就有齐了这一条点就出齐了那这就麻烦了对所以呢你现在呢白棋其实他觉得这搬完以后呢嗯 这个中间补跟这个打是一个键盒嗯你如果直接打呢那这我就直接咔嚓就断啊这个时候白棋是因为开始的时候没有搬的时候是不能断的我们看这个齐那被一挖就 这几个子就 复刑对最冲我这一兜打都打可以嗯我归不出头这是一个嗯 现在等于说嗯白可以被黑棋搬到这的时候嗯嗯再再再断的时候白棋就不能挖啊对不能挖这一冲对你再吃的话我这有一双叫吃了嗯这位黑棋来说对多了这一搬以后这个是白棋如果这个地方单间的话黑棋也可以同样可以挤这个嗯这样的话白棋一走黑棋一样可以出来嗯所以说这个地方其实孤子豪呢构思还是挺挺挺巧妙的嗯嗯对 但是呢这个实战啊这个深圳序呢他就是忽略了深圳序的这个 忽略了深圳序的这个很好的一个反击对一连串的这个啊首先白棋冲 其实冲的时候我们还可能还没有白棋是冲的啊对啊白棋没有白棋是靠的嗯嗯靠 黑棋对沾上嗯其实靠的时候可能我还不知道白棋想干什么对正常人肯定嗯对 然后他还没反应过来白棋这是想干嘛呢这个地方下得非常好对然后哎我黑棋这不就冲过来了吗怎么了呢这个棋嗯嗯那他这时候下了一步妙手应该说这地方是对跑一个在这里跑这人家肯定想为什么你这跑不是送死吗对啊但是问题是这个跑完以后我这个 接变成鲜手嗯嗯黑棋如果吃这个的话那白棋就挖这个嗯那你多了这个接鲜手的话这脚上就我就可以不在外面对这个地方黑棋断变成 白棋这个子多了一个子嗯白棋打吃是鲜手了对所以说他这时候试一下硬手嗯好一个嗯 这下得非常的妙非常妙如果黑棋呢你不想让白棋这个子鲜手的话那你正常只能提这个对 但是问题这个的话呢那我先在这个地方先手便宜以后就可以吃这个嗯补回去你这时候如果再断嗯那我就可以接住嗯黑棋只能粘上那我这被我一搬啊就难搬嗯对也难搬黑棋这个地方没有办法去搬白棋那我先接住嗯因为白棋这边都有先手对你这个地方嵌一段我这个多了一接以后我这下一手就被我一挖这几个就死了嗯嗯嗯因为多了这个白棋分段以后呢 这个地方变成多了一个先手现在这个袜就成立了嗯这就是这个深圳序这地方是黑棋印手的妙位的所在嗯你现在打你打这个也不对打提这个也不对总是为白棋便宜了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顾子豪呢忽略了这个地方的这个地方的手段嗯要是没有这个手段的话呢当时被黑棋这一搬的话呢白棋其实是挺难搬嗯这边左右不能坚固对但是这个实战这个深圳序呢 下注这几步妙手以后呢一下黑棋就陷入了困境对这好像有点慌了这个真是真是厉害所以说这个深圳序真是真是没想到这地方有一个巧妙的一个宿死对我给你试一下印手对其实就是个时机嘛跟这手棋一样嗯意思是一样的对这个确实是正好是一个时机这个时候好像走走哪都这时候这个这个子还没有真是一步好棋啊嗯那好像黑棋也没有太大的 办法就是可能对实战可能还是提这个算了提这个嘛提这个嗯哦等于提打这个呢我在我现在不能断了嗯难办要不然接出来算了哦那这样白棋嗯是不是也可以先便宜你一下嗯这这样的话白棋是不是要接这个就要斟酌一下接我就接住了反正我这个几个子跑出来以后再供你的整个的大块看看 嗯白棋可能不会接这个白棋可能直接从这边搬什么的嗯但是呢这样的话呢黑棋这边还是付出了很多嗯这个棋呢就是必须要杀这个大龙才行的这个局面嗯这付出太多了嗯应该即便这样呢黑棋可能这样下呢变化更多一点嗯局面可能更复杂一点但是呢还是白棋好下嗯因为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下得太好白棋是嗯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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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呀哎呀哎哎 真正去判断也很清楚 让你活了就活了 嗯 因为我这边的活力太大了 我只要自己能够比较安全的 嗯 主要能安全运作就可以 而且你这边毕竟这都是有些损的 嗯 白棋粘上 黑棋提 白棋 全老老实实一 粘 黑棋作眼啊 这样的话 黑棋 局部正好能活 局部是活了 嗯 但是这个棋呢 中间损了 白棋先刺掉 白棋过一会 啊 白棋还没刺 这边也损了 嗯 总的来说呢 黑棋这个 白棋获得了先手 白棋获得了先手 对 相当于黑棋就只是破了白棋 这个地方的十几木棋 但白棋中间就已经吃了 对对 好多木 而且全部都厚了 嗯 整体 那这个地方 黑棋也木数上亏了 对 而且这边多了只有白棋 要反攻倒算了 嗯 所以整体而言 这个地方的战斗就是 对就是因为白棋是一步妙手 对 哦 然后导致黑棋这个地方 古子豪误算了 嗯 但是呢 确实也不容易 不容易想到这个地方 对白棋 我觉得这不靠好像确实是 嗯 靠也可以 其实直接打了也好像打了 直接冲断也可以 哦 就古子豪没有想到白棋在这地方 试下硬手 嗯 很厉害 这个地方 白棋 跳 嗯 黑棋 跳 白棋刺掉了 嗯 白棋现在已经活得很干净 对 然后 然后 断 这块棋现在变薄了整个 嗯 黑棋 拐过 捡过来 捡过来 正常如果贴的话呢 白棋其实就长了 哦 白棋只要连上就可以了 对 白棋不光是连的问题 现在 嗯 我把你分断以后 你四处要被我收刮这种尖刺 这块棋要被收刮 这块棋现在也 嗯 这不马上就有冲断了 对 所以 这时候 变得很难办了 这个白棋 局势一下就是 对 局势一下就往 朝着白棋有力的方向发展 嗯 然后 黑棋 靠 白棋 搬 嗯 黑棋 搬 嗯 白棋 拐 嗯 拐呢 对 你也没办法 大家是一个很好的调子 对 但这个一本道好像 嗯 白棋 依然是可以打回去 嗯 那黑棋这个地方 起不是没有任何作用吗 但是作为黑棋来说 他肯定也 这样一下这个变化 他也知道自己的形式不太妙了 嗯 所以呢 他必须想办法把白棋分断 啊 你被白棋全连上的话呢 这个你次处都是要被收刮的 嗯 肯定是不行 所以黑棋还是需要对对对 把墙扩张这个时候 看起来好像是挺凶险的啊 黑棋 击 嗯 白棋 沾上 黑棋打断 关键现在黑棋自身还牵一手棋 对 白棋这个地方 如果被白棋一尖的话 这块棋就死了 嗯 注意他现在要忙活的地方很多 白棋单粘 白棋单粘 啊 关键这个地方还有冲断嘛 对 就粘住下面瞄着这个冲断 黑棋打吃 对 白棋先提了一下 再接 嗯 让把这个接住 啊 这样的话呢 黑棋这个地方还是得 处理一下 就是实际上 这个黑棋就走成双活了 啊 不能再走这儿了 这被白棋冲出来肯定是不行 嗯 这块其实也没有完全好 是吧 这块鸡不是你被我一尖 你就是被白棋 就要死了吗 就死了 你就连不上这边 这么惨的吗 嗯 哦 哎 我哦 这样也被挤走 这个 而且你这下面还只有半只眼 对 可以尖 所以你这边必须得 对 所以黑棋这个地方必须得整个先手啊 啊 是这样黑棋贴这个 这个里面呢 是个双活 嗯 短 但双活的问题是你这个四个子变得其重无比 嗯 你这个四个子死了这边全死了 所以你这个 对 特别重 我刚才看黑棋很难受的地方 我刚才算气嘛 我想黑棋如果这里面是个双活的话 这个子要是在这就好了啊 对 但是这这口气必须得收紧 要不然这个就死了 对 啊 那就哎 这个也挺难受的 要驮在这里啊 必须得紧住白棋这口气 但是呢也不一定哪个齐好啊 啊 也许你这个酸死了嘛 你折半算这个架子的话 其实也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插了九木齐 但是你这个子 放到这呢 对这个整个的作战会好不少 嗯 你可能最终还是要做活 但是这个子呢 放在接好还是藏好呢 很难说 很难说 但是我觉得啊 如果你是黑棋的话 我觉得你可能也会选择 对 因为这个现实的这个九木齐 对于职业集手来说 这个九木齐能扔 能不扔还是不要扔了 嗯 嗯 对 但是说就说以后的作战 确实是这个子更有用一些 而且现在形势不利 顾者豪应该也能感觉到 嗯 他更加想把这个木树给先 对 顾及不了那么多 先把木树给帮助 对对 嗯 然后黑棋拐 嗯 白棋挡 黑棋打 白棋踢 黑棋煎一个做活 嗯 嗯 那么白棋其实只熬处理这边就可以了啊 白棋打吃 打吃 现在呢 现在其实对白棋来说 不是需要去吃掉他这个棋吧 嗯 白棋 他怎么弓还是 现在这个棋呢 差差一些黑棋 嗯 因为黑棋木也不领先 这个棋主要是这几个太薄了 嗯 白棋就怎么攻这个扩利的问题 嗯 直战白棋是走这 嗯 这个应该看起来就是一个好形吧 好像是个要的 这是一个 相簿点在这个位置应该是一个 好形 那么白棋 黑棋搬 白棋飞 啊 阻止黑棋连回 黑棋靠 黑棋现在大概这个棋呢 就是木树的话呢 可能 嗯 如果贴掉棋木半以后可能差不多 这时候 嗯 比如黑棋 天下大概接近五十五 白棋四十五 出点头 现在行事 啊 但是问题这个中间欠的太多了 黑棋 而且这边在这边不受损的情况下 哦 那这个确实白棋很主动 这个棋 然后打吃 像这个棋 黑棋都不敢长了 正常这个必然要长呀 它长可能怕人家扳断 扳断 这个确实也四处 哈哈 对 四处欠棋 嗯 这个都是不知道怎么办 对 主要和白棋 这中间的先手太多了 嗯 但是实战的这个棋被提了 我觉得可能 也不论如何得长一个 长一个人家来打一个 关子还是差很多 对 我们以前学的这个 嗯 这种词不能 绝对不能被提 对吧 这个被提好像 这个词 但现在主要一个问题啊 看起来这块棋不合 但是这个地方 好像因为这个 白棋这个一路历史先手 对吧 黑棋 一路历史先手 我这个冲过来 还有点先手味道 哦 比如说我这个历史先手 你当我不会历这个 这个地方一路一点 你这块棋是不合的 哦 那其实那白棋这种 对白棋就很厚了 相当于先手的话 那白棋这块棋 其实是没有后骨之忧的 哦 那是 所以说那这个棋 所以黑棋 为什么更不好办了 这白棋没有后骨之忧 这个冲有压力 有先手的意味 是 这个确实对于黑棋来说是非常难的一盘棋了 一冲你要分断它 你这个只能挡 这我打先手 这都先手 那你皮肤都不合 嗯 所以呢 他一看这个地方跑出来 这也无路可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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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觉得 于是他就尖了一个 尖回去 企图从这边连回 但是这个被拔了 我觉得这个棋 很舒服 太厚了 这应该从木树上来说 是不是黑棋就已经 对 这已经木树上也落后了 嗯 这被拔掉以后 这个棋 嗯 但我看这个地方好像白棋下的依然很英勇啊 黑棋先白棋提了之后 黑棋扳 白棋还要要求这个地方还要便宜 对 这个是一个 要把你打进去 你这个肯定不能接受 长这边打过来 对 所以黑棋也是反击啊 反抗 只能反击了 这个地方 对 反抗的话 这一步棋是先手 这个地方 但是这也很损了 嗯 很损 但是他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尝出来 这个肯定是必须的 这必须要尝出来 嗯 被打住的话 这木没法看了 对 对 然后黑棋虎一下是先手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作战 看一下 这个作战说白了就是 黑棋得做活呀 黑棋得做活 白棋呢 作为白棋 他说只要攻击获利收刮收刮这棋就 嗯 嗯 黑棋现在等于说 这个没有办法把这个子给回来是吧 那这个子被我什么这些地方 尖回去了 尖还好 病也好 这块鸡 应该是难以作活 这块白棋这边太厚了 对 这接应太近了 这几个子里的 没什么变化 虽然黑棋这个必须给尝出来吧 但是白棋 自身好像没有什么 威胁对于白棋来说 靠 然后白棋打吃 哎 打吃的时候黑棋吼了一个 好 好像 黑棋是觉得这个地方不用补了吗 好像是这样 黑棋活了 嗯 白棋搬的时候黑棋打吃是先手 然后退一个 这正好走出了一个闪电似的形状啊 这就活了 嗯 断一个 但是断了一下 这样白棋 我们看到白棋外面也是铁厚 白棋这一个定型以后 嗯 白 白棋没打啊 白棋单粘的 再把这个粘回来 对 然后 问题是这个猴也是不便宜的 对 把这个拖给走 不是很明白猴 是不是独秒了吗 也没有独秒 但是他可能想猴你走别的 他可能中间反击吧 你如果单接的话 他可能冲断什么 嗯 咱们这个英式杯 其实是用这个英式规则来下 它是延时法底 三个小时每方 嗯 延一次时的话 超市的话两目期 对 二十分钟 是 嗯 最多超两 第二次不能超 就是说你最多就是用时 三小时四十分钟 嗯 这也是英式杯 非常独特的 三十九 三小时三十九 也很有意思 其实以前英式杯延时更长 以前还是三十五分钟两点 是 这次因为是网络对局呢 可能改为二十分钟两点 嗯 所以时间就更紧迫一点 下超市一行 嗯 对 那黑鸡挡这个 嗯 但是这两位骑手下心 他都不是那种很慢的 所以不知道黑鸡为什么会猴一个 是吧 来 嗯 猴可能 就是 觉得形势不力的 想你如果接住的话 他反击 嗯 嗯 但是白鸡没有给他机会反击 嗯 来吃了一下 哎呀 黑鸡 断一个 嗯 断一个呢就是他想抢先手 嗯 因为你不断一个的话黑鸡有可能能小飞一个这个关子 嗯 就说从关子角度来说 对 你断完以后先手断完以后呢你就不能小胃到这 可以吃不下来了 嗯 然后白鸡抢了这个尖 爬 爬 就是最简单的变形 嗯 这棋吃差距已经很大了 嗯 然后 白鸡 嗯 打完之后再回过头来吃 嗯 那吃的话是这盘棋最后一首棋了 嗯 盘面可能很接近了这个棋 对 最后呢就是这个时候骨子豪认输了这盘棋是白不击点胜 嗯 嗯 你看神针区发挥非常出色这盘棋 其实骨子豪布局阶段呢飞到这个时候呢还是比较成功的 嗯 但是呢就是这盘棋从这个点开始 骨子豪走入了这个后面调子有点乱了 嗯 调子乱以后呢 后面他点完以后 好像就行事尤其是他在中间的时候 然后 斑的时候呢他可能忽略了这个神针区这个妙手 这个地方 靠完冲完 是硬手 一下形势呢急转之下 对好像主要是这一步妙手导致了这个 对 起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其实他当时不点这个中间跳一条弓还是一盘非常漫长的局 嗯 局势 嗯 对 他可能当时觉得那这样的 点完呢可以这样通过这个借用来攻击中间 是 嗯 嗯 那好那这盘棋我们就先为大家讲到这里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会为大家带来一盘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焦点对局了 那请大家稍事休息 我们一会再回来